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数作为参数呢 传递进到方法里面去 或者呢 把代码看成是一种数据 一种数据 Lambda表达的是呢 它是目的是干什么 用于简化 Java中接口式的这种匿名内部类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内部类的时候是用过吧 接口式的 是吧 直接拗一个接口放进去 对吧 然后呢 去 就不用自己再写一个接口的实现类了 这种方式呢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函数式接口的这样一个概念 叫函数式接口 这个什么是函数式接口呢 就是一个具有一个方法的普通接口 像这样的接口 就一个只有一个方法 就在接口当中只有一个方法 不能有多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被隐式的转换为什么 这个Lambda表达式 就可以用Lambda表达式来去代替 是吧 好处呢 可能它是更加的这个简洁吧 更加简洁 OK 好 它的语法可能是这样的 一个括号 看起来会比较怪 所以刚开始接触了这个语法了 估计都不太好接受 是吧 不太好接受啊 因为感觉好像怪怪的 就是一括号 里面是如果有参数写参数 也参数 没有参数就是空括号 然后一个杠箭头 注意是英文的 一个横杠 然后一个箭头 然后呢 后面一个大括号 然后写你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是吧 写你具体的内容 OK 好 这样我们通过一个 这样一个事例来去给大家演示 没有用λ表达式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改造 用了λ表达式以后 它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过程 来给大家去介绍这个λ 让它体会这个λ的这样一个 它的作用 好吧 OK 好 那么这里的目的啊 这个前提啊 前提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 这个接口必须只有一个方法 是吧 只有一个方法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这个我先建了一个工程 叫lambda demo 好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接口 有个接口叫inter 什么 face 我们写一个什么样一个接口 比如说吃 eat 是吧 我叫i eat 这是一个我吃 就是接口嘛 interface的意思 i就吃的这样一个接口 好 我们在这儿呢 有一个方法就叫吃 是吧 就叫吃 这就是只有什么 是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一个抽象方法的接口 是吧 这就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了啊 OK 那我们写法是怎么样写的呢 我们第一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我们可能是通常写一个类是吧 写一个类啊 我们直接在这写啊 写一个类 然后呢去怎么着 去实现 去实现 impl 是吧 嗯 然后呢去 implay ment i eat i eat 是吧 i eat 然后 然后呢 重写 重写 是吧 public void eat 方法 是吧 嗯 ok 然后呢 我叫做什么吃 吃 eat 吃苹果啊 apple eat apple 好 eat apple 这是这样写 我们需要写一个类 是吧 写一个类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 方式 然后呢 用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i 这个eat 然后呢 呃 直接就是i eat 是吧 嗯 另一个i eat的ampere 是吧 然后i eat 点 eat 是吧 这是第一种这个用法 第一种用法啊 直接写类的 好 那我们后面给大家讲过这个内部类 是吧 内部类呢 我们又可以拥有接口 是吧 直接拥有接口的实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i eat 然后这叫i eat 2 然后呢 直接另一个什么 i eat 括号 再加什么 大括号 大括号 是吧 对 再加大括号 哎 再回车 这里面就是它的这个另一个实现类 是吧 对 然后public void 什么eat 那么里面加一个方法 我们再输出一句话叫做 什么eat banana eat 这个bu bu na na 还有呢 na 行 bu nana 就这样呗 啊 bu nana 是吧 ok eat banana 是吧 好 这是这么写的 然后呢 我们再去调用这个eat 2的什么 eat eat eat方法 是吧 eat方法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二种这个写法 应该是这么来写的 这么来写 好 现在我们要引入什么 lambda的这样一个 表达式 表达式 来去改造 诶 这种写法 诶 这种写法 什么 改造什么 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来看一下它有什么区别 啊 有什么区别 它是这么写的 诶 我们直接i 什么 eat i eat 3 是不是 等于 因为我要负一个值吗 是吧 这个lambda表示就是用来改造这种匿名内部类的 啊 改造匿名内部类的 好 那它这里怎么写呢 应该也是要类似于这个写这个对象这样写 是吧 对 OK 它是语法这样的 一个括号 一杠 尖括号 大括号 分号 是吧 哎 它是这么写的 这是一个空的什么 现在什么都没写 对不对 什么都没写 好 那括号是什么呢 括号里面就是参数 参数 对 它是没有方法名 没有类名的 不用写方法名 也不用写类名 你看这个就是要写一个方法名啊 对吧 这个是要写一个类名啊 对吧 这个是把类名 省掉 这是把类名省省掉 匿名的嘛 这个连方法名都省掉了 是吧 这些括号就方法名都不用写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求你这个接口只有一个 一个抽象方法 是吧 所以它就靠这种反推的方式 是吧 这个推断的方式去说你这个 你是不是实现这个接口 必须要实现这个方法啊 是吧 所以说呢 它就已经知道你这个方法名叫什么 所以不用你写 是吧 OK 好里边里面怎么写呢 里面就是写你的这个实现类 这个也可以的 直接 点儿 printer ln 分号 是吧 嗯 分号 然后里面你要输出的东西啊 我叫一他 再想一个 apple banana 底了堵了 啊 底了堵了 底了堵了是什么意思 糊涂 底了堵了怎么偏 底了堵了 底了堵了是吧 啊 我们也叫做 小米 一吃banana 我们也叫apple吧 好不好 apple banana ok 好 吃两个 然后呢 我们走 你看 正常我们也是能够 哎呦 我这个还没掉用是吧 啊 i eat 三点儿 是吧 eat 方法 eat方法 ok走 是吧 eat apple banana eat apple banana 是吧 好 然后呢这个是 你看三种不同的这个写法 现在能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 但是这个写法好像看起来 很怪 是吧 很怪异啊 注意 注意看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lambda 是吧 lambda 表 答式 答式 这个写法 那他的什么好处呢 我们说他的好处是 第一个 他可能比这种要 简洁 怎么简洁呢 你看 当我这个方法里面 只有一句代码的时候 就是这个方法实现里面 只有一句代码啊 这一代码你的大括号也是可以 省略了 可以省 可以省略 你看啊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去掉 直接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去掉 括号 你看 是吧 连这个大括号 你都可以去掉 啊 这个这一句话就搞定了 这个大括号也可以省略啊 这是最节省的这种写法的方式 啊 第一个他是要比这个匿名内部类要简洁 是吗 啊 要简洁 所以他的这个 好处 啊 第一点 让这个代码呢 更加的 简洁 简洁 啊 有没有第二点呢 第二点你看 你看啊 嗯 你看 我在编译的时候 匿名内部类的时候呢 它会生成一个什么 一个 文件 一个 class文件啊 对 对不对 生成一个class文件 我们打开看一眼啊 打开看一眼 算了 我还是把这个代码先怎么样 等一下别让你误会了 是吧 我现在把这个lumber代码都注射掉了 然后就剩这个 是吧 这个 OK 我再跑一下 我再编译一下 这是应该有几个类啊 然后一个接口 是吧 一个实现类 就三个文件 还有一个匿名内部类 就四个文件呗 四个class文件才是对的 是吧 嗯 OK 我们来找一下啊 好 在这点 我们过来 好 lumber 我们bin下面的 vins 是不是四个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匿名内部类是吗 嗯 对不对 这是匿名内部类的那个类啊 其他几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好 如果是lumber表达式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呢 你看 我再跑一下 它会有没有这个类出现呢 它会有没有类出现呢 我们看这里 你看 没有类 是吧 它是不会再生成类的 这个呢 也比这个 这个匿名内部类来说 要 好的一个地方 是吧 要好的地方 就是 不会 什么 单独 生成 什么 class 对 class文件 class文件 这是两点 它比较好的 但是说 好的东西 都是一般都伴随着有限制 什么 有它的限制 不能说是这个好东西 它这个范围很很广 就像我们前面学的那个 呃 for each 一样 for each 循环是吧 嗯 这个1.5星加了一个新特性 啊 那我们用普通循环的时候呢 可以任意控制 是吧 因为有i有下标是吧 我可以跳可以怎么 这都都可以 但是你用for each呢 你就不能跳了 是吧 不能跳了 虽然它效率上提高了 代码简洁了 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 是吧 对 所以这个lumber表是一样啊 它有它的好的地方 当然它也有伴随着它有这个限制的地方 是吧 它只能限制的是这个接口当中有一个方法 如果接口当中有很多个方法怎么办 那就 就写不了了 就不能用lumber表了 是的 你就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这种传统的匿名内部类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吧 去做这个事情了 ok 这是这是这样的 就是在解决接口当中有一个方法的时候可以这样去做 任何 只要传接口的地方都可以这么去干 知道吧 都可以这么去看 OK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这样一个事例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看 我们通过刚才那个事例呢 简单理解了一下 了解了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语法的一个结构 是吧 语法的结构 是这样了 好 没有参数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lumber表是就是刚才是这样这样这么来写 是不是 这是没有参数的时候是吗 对 对不对 ok 这是没有参数时使用 是吧 没有参数的时候是这么来使用的 那如果有参数的时候怎么用呢 你看啊 我现在要把这些代码呢 我们通通给它怎么样 这个先给它注掉 先给它注掉 好 这是第一种没有参数的时候 如果有参数的时候呢 哎 有参数 我们写一下这个呃 带参数的哈 带参数 比如说吃吃吃吃什么 嗯 吃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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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吃什么东西 是吧 吃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这个eat里面的时候呢 加一个 加一个sing 嗯 ok 那我这个吃的 加上这个什么 sing sing 是吧 是 加上这个sing 这是 这个类的一个实现啊 我把它先注释了 就就先 先这个先不要了哈 先不要了 ok 有一个参数的话 我这里应该怎么写呢 哎 这里啊 带参数时 如何去使用呢 哎 看 i eat i eat 3 是吧 等于 注意 括号 好 你这里就把参数声明进去就可以了 括号就代表着写这个方法的意思 就代表写这个方法 好 有参数你就加参数是吧 那么sing 是不是这样写啊 然后 箭头 什么 大括号 如果是你有一句话的话就是 就省略大括号 是吧 省略大括号就直接写了啊 直接写了 比如说我输出一句话 out printer 呃 我叫什么 叫 呃 你看 eat 然后呢 呃 eat 点 点 加上sing 是吧 吃东西 你看 加参数是这么这么来加 然后呢 我们来 i eat 3点 3点 eat 我传一个 比如说apple 是吧 穿一个apple进来 好 我们走 看一下 你看eatapple 是不是 是 也可以这样去写 啊 这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参数的类型啊 它也可以通过推断 可以通过这个语法的推断 来去让你省略 因为你这里面只有一个方法 直接方法只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一定是死菌 是不是 是 一定是死 这个死菌类型 因为这个方法声明里面它可以 呃 推断出来 是吧 可以推断出来 所以这个类型呢 你可以省给 知道吧 你直接就写这个变量名就行了 啊 写这个变量名就行了 它可以通过反推的方式啊 通过这个类型反推的方式 来去知道你这个方法里面的类型 是什么类型 是吧 方法类型是什么类型 是吧 你们这就是一个方法嘛 对吧 它有那些好弄是吧 嗯 好弄 ok 这是啊 嗯 这是参数什么 参数的类型怎么样 可以省略 可以省略啊 这么来去写的 如果有多个参数呢 你要吃一个吃什么东西 可以 然后再传一个 比如说名字 是吗 哎 你就在后面接着 什么来 来个name 来个name 你接着就是 来去使用这个参数名字就可以了 是吧 哎 也可以省略 然后你要你要加的话呢 你就在这儿 再给它怎么样 吃什么什么东西 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name 是吧 加上name ok 那你就传参数呢 就给它传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调用的时候传两个参数 对吧 比如说大兵 吃苹果 是吧 ok 是吧 eat apple大兵 就出来了 也就带两个参数的 这个写法 ok 也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省略 进行省略 ok 这是 带参数的number表达式 代码块中只有一句代码时 使用number表达式 刚才我们说过了 如果只有一句代码的话 我们可以省略这个大括号 省略这个大括号 直接写在这就可以了 直接写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代码块中有多句代码的话 那就要使用什么 大括号 哎 你就要把这个括号呢 如果有很多句 很多句的话呢 那我们这就给它括起来 ok 这样吧 我再来一个哈 嗯 再来一个 这是 把这个先注掉哈 也是一特三 这是带参数时 参数类型可以省略 然后呢 还加什么 加上多句 嗯 呃 代码 快中 有 有 多行代码 是吧 有多行代码 ok 多行代码的话呢 哎 呃 你就传两只哈 传两只这边就加大括号 你回车是吧 回车 那这里面就好像是这个呃 你的这个语句块一样了 啊 知道吧 就好比是你的这个语句块了 这边叫大括号 这边呢 带上大括号 哎 已经有一个大括号了 是吧 已经有一个大括号了 然后加大括号 这边注意要加个分号 是吧 加个分号 那你在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 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 去掉 是吧 嗯 你可以输出 多句代码 是不是 多句代码 ok 好 加上这个nam 不要输出这个 你有多句代码之后呢 用括号 把它括起来 注意这里要加分号啊 加分号 ok 这也是可以跑的 就换一行了 是吧 换了一行 这是多行 多行一句 啊 ok 第五点 有返回值的时候 这个代码块是什么样的 有返回值 也就是现在我这个方法没有返回值是吗 对 假如说我要返回一个吃了多少斤 多少斤 大兵吃了多少斤 是吧 代返回值的时候 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呢 哎 这个是刚才写的哈 我现在一点点往下改啊 你看 这是代返回值的方法是吗 代返回值的方法是吗 代返回值的方法之后 我们应该是Ieat 什么 Ieat 然后叫Ieat3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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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括号 尖括号 大括号 这是语法 是吧 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语法 好 在这儿呢 有两个参数是吧 两个参数你写上去 sing跟什么 name 对不对 sing跟name 这两个参数 好 为什么这还报错呢 原因就是这个方法有返回值啊 对不对 好有返回值 那你在括号这里面呢 你就最后啊 比如说我要输出一下 这个 呃 说 eat 这样吧 大兵 加上 是吧 eat eat apple 是吧 eat apple 不是 eat sing eat再加上什么 sing 是吧 加上sing 好 这个依然是 呃 有问题 那最后因为你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return return 一个 一个数 一个数是吧 我随便写的啊 吃十斤 十斤 吃十斤 是吧 这够大 你看加上return 他这个语句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对 这个语句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带返回值的啊 带返回值 ok 有多句代码之后 你必须这个里边是有返回值 啊 如果你这个里边 你这个里边 是有 有这个条件判断的话 每一个条件判断 必须有 必须你要 呃 让这个方法结束以后 这就好像一个方法实现 方法体 啊 你这个里面必须有return 对吧 必须有return才可以 好吧 诶 如果我这个代码当中 代码块当中 只有一句 并且有return的时候 诶 这个时候大括号可没什么 诶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写呢 看啊 呃 这个反字写错了哈 嗯 返回值 注意啊 代返回值的方法中 只有一句实现代码 是吧 嗯 只有一句实现代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怎么做呢 你看啊 继续往下走 好 是这样的啊 我先沾过来 这没什么看的 沾过来 走 你看一下这个语法是这样的 好 只有一句代码的时候呢 假如说我参数还是一样传哈 还是一样传 OK 这个时候 你就直接写 如果写这个大括号的话 你就直接写return 是吧 那我们前面说了 如果只有一句实现代码 大括号是可以省略啊 可以 对不对 好 我们省略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代码省略了 省略放在一行上 是吧 诶 你会发现出错 是吗 你会发现出错 诶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你就不能写return了 return都不用写 为什么不用写 对 因为它是一个表达式嘛 表达式 它这个本身这个值就是会 怎么样 会返回的嘛 就像我们说 一个 IPI等于10 它就会把10 返回给I 对不对 返回I就不用写return 它直接就会推断出来 把10就会作为结果 返回到这个方法里面去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加return了 你加return 反而怎么样 会报错 反而就报错了 对吧 反而就报错了 如果你要加return 你必须加什么呢 大括号了 对吧 大括号把它作为一个代码块去处理了 对不对 对 代码块就处理 好 所以反过来说 只要后面这个表达式是可以返回值的 不管你是三目运算还是什么运算 只要能返回一个值 这都可以 对不对 都可以 OK 比如说 我说这个 thing 比如说 等于空 等于空 是吧 如果等于空的话 返回1 否则返回0 是吧 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你这是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 它最终会返回0和1 然后给到这个方法 就会返回值 所以这个代码也是可以这么来写 是吧 可以这么来写 你只要在这边有一句代码 并且有结果 那就可以这么写 就不需要写这个return了 明白了吗 不需要写这个return 就可以这么直接 往上写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表达式 OK 这是第五点 带返回值的 听明白了 然后第六点呢 是参数中使用final关键字 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参数里面会有这个什么 会有这个final的这个 关键字 关键字是吧 对不对 有final关键字 我们想去用这个 当然我在这里写 这里不写也是可以的 不写 不写也是OK的 没问题的 如果你在这个lama表达式当中 想要写这个final的话 你看一下怎么写 你写上final行不行 final 你看会报错是吧 写上final会报错 对不对 OK 好 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只要你把这个类型给它加上 就没问题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 你要加这个修饰符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类型全 这个这个全部都写 都写写上 这就不会报错了 是吧 OK 所以你要加修饰符的话 要在变量上加修饰符 你就必须把这个类型给加上 因为这个修饰符就修是谁啊 修是这个类型 是吧 对这个类型是final的 表示啊 当然这个类型定义的是一个变量 所以它的语法上大家注意一下 一推断就这么来 加上就可以了 是吧 应该是这些小的这个细节啊 包括它的这个 一些语法的这个结构啊 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到 不太适应啊 但是你写一写你会发现 这个实际上它是就靠这个推断是吧 就靠推断啊 这种方式 也不用去使经背啊 你可能多用一下 你也就熟了 最主要的一点 你要你要这个 记住的是 它只适合用于什么 接口当中带一个方法的 是吧 一个方法的这种接口 才可以使用lambda 表达式 好吧 OK 这个表达式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语法 或者它里面一些细节的点 都比较碎啊 都比较碎 大家下去以后呢 可以照着这个练习一下 好吧 OK 先讲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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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